三网合一MF8518手机信号放大器 粉丝没多少 发型必须好 大家好 我是小鑫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新年将至 许多在外地辛辛苦苦忙碌了一整年的小伙伴 会选择回老家过年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 老家不在市区 回去过年 最怕遇到什么情况呢 是最怕封城回不去了吗 开个玩笑 我觉得最怕遇到的就是手机信号变差 4G变3G 3G变2G 那么有遇到过这种窘境的小伙伴呢 请把一打在公屏上 如果恰巧老家还没有WiFi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 那么就更雪上加霜了 今年过年呢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再次上演 我决定 入手一款名为手机信号 放大增强器的设备 听上去这是一款造福人类的设备啊 那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手机信号差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开个箱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主体 就是手机信号放大器 这个就是它主体了 这应该是一个电源线 这是一个电源插头 功率不大 是一个五福一安的插头 这应该就是它的一个接收端的设备 应该是一个对数天线 我们传统的天线应该就是一根线支出去的嘛 这个做的像一个雪糕的样子 非常的可爱啊 还有两个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这么长的 应该是一个溃线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天线 具体是怎么连接的呢 我先研究一下说明书 稍后回来 经过刚才我对这使用手册的一番研究 这台手机信号自强器的工作流程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放在室外的对数天线 接收基站发出的信号 然后通过这根专用的溃线 把接收到的基站信号 传输到这台主机上 主机将信号放大后 再通过锡盘天线 将放大后的信号发射出来 然后手机接收放大信号 那么我买的这款设备呢 是支持联通4G卡和电停4G卡的通话 以及上网信号的增强 移动4G卡呢 只支持通话增强 因为我自己使用的 就是联通的4G卡嘛 所以就选择了这款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有疑问 这个不就是相当于 在自己家里 加持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吗 会不会有辐射的问题呢 官方给到的解释是 低辐射 原理就是利用优质的做工材料 和GALC技术 根据外界信号的强弱 控制增益的大小 避免了设备自机消除辐射危害 降低辐射 对小孩和孕妇呢 都没有影响 那么为了测试这台手机 信号增强器 到底效果如何 我准备了三个测试场景 测试结果如何呢 我们一一来揭晓 我现在来到了第一个测试场景 就是我家的客厅 这个场景模拟的是在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信号增强器呢 能不能使我的手机信号更好 上网速度呢 更快 在这之前呢 我已经把堆处天线 加接在我家窗户外了 并且用窥线连接上了 窥线的另一端呢 已经连接上这个信号增强器了 并且呢 这根天线呢 我已经连接在主机上了 那么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信号增强器 接上电源 然后进行测试 刚才的测试结果呢 大家也看到了 开启信号增强器后呢 我使用联通卡的iPhone X的信号 确实满格了 但是下载速度却慢了三倍 无关紧要的上传速度呢 又快了四倍 非常奇怪啊 这说明在这种手机信号 正常的环境下 开了信号增强器 效果却适得起反 我现在来到了第二个测试场景 就是我家的车库 由于这个车库比较封闭啊 我的联通手机常年只有两个信号 所以这个场景模拟就是 室外信号正常 但是室内的信号差的情况 看看这个手机信号增强器 能不能使我的手机信号变好 经过刚才的测试开启手机信号增强器后呢 手机信号确实满格了 上传速度虽然提升了四倍 但是最重要的下载速度并没有提升 我觉得在这种场景下 这个信号增强器也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很好的效果 我正开车去往一个农庄 因为这个农庄在郊区嘛 联通机站覆盖的比较少 所以呢就导致联通手机的信号比较差 每次在那吃饭呢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所以这第三个场景就是模拟我之前视频开头说到的 很多小伙伴过年归老家 由于基站覆盖的比较少呢 所以说导致本来这个环境下 手机信号就很差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呢 这个手机信号增强器到底还有没有效果 等我把车开过去揭晓吧 这个路途呢还是有点远呢 做视频博主还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所以小伙伴呢赶快点赞留言关注一波吧 我现在已经来到龙庄了 然后现在我的手机信号呢 已经变得比较差了 大家看一下 只有3G信号了 是吧 唯一你把地图天线在外面接好了 然后跟这个信号增强器呢也连上了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测试 经过刚才的测试呢 开启信号增强器后 首先手机的网络从3G变为了4G 信号也有了三格 最重要的是下载速度提升了两倍 对网速的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这台信号增强器 在这种基站覆盖较小的环境下 对手机信号及网速的提升 还是相当明显的 三种场景的模拟已经测试完毕了 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三种场景 就是在基站本来覆盖较小的情况下 对手机信号的增强效果是最明显的 准备今年就带着它回老家过年了 如果有的效果伴也跟我遇到同样的情况 也可以考虑买一台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是小新 See you next time